委員好 市長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根據國防部的說法 這三份公文有民國67年、63年、52年 那我們政府在2003年的 國家機密保護法公布實施 兩年內如果沒有重新去認定的 視同解密 而在這個法裡面的第11條 絕對機密是30年不得於30年 急機密是不得於20年 機密是不得於10年 所以我只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三份公文還算不算機密文件 我想這個 我實際上要先進書回答 是還是不是 因為這個機密是國防部他們這邊 有沒有經過再核定的程序 那這應該由國防部這邊 他如果沒有再核定 我這樣講好了 如果沒有再核定 這三個公文根本就已經解密了嘛 那照國際機密保護法的規定 變成就沒有再核定就是變成 沒有再核定就解密 那條文裡面有明白規定 好我們請高部 請部長好 高部長 來市長你請回 我也好 部長我也一樣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三份公文貴部 有沒有重新核定機密 我們現在是在審認這三條 有還是沒有 2003年公佈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的時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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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份 這三份民國52年 民國63年民國67年的公文 你們到底有沒有再核定它是機密 沒有沒有 所以根據剛才法務部市長的講法 這三個根本是歷史文件而已 根本不是機密 對還是不對 因為我們要了解它到底 它已經不是機密了 它已經解密了 它就是一個一般的文件了 它不是機密的話 前面剛才你們那個報告書講的 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是根據一半機密在做報告的 可是剛才國家的官在這邊講了 法務部市長說啊 如果你沒有再核定的話 它是從解密啊 那你們也事實上也許不在你的任內 並沒有再核定啊 所以這三份文件 充其量是一個歷史文件 它不算機密公文 對還是錯 跟委員報告 他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我們在看這個網路上的時候 並不知道它裡面的詳細的內容 所以他們想要了解到 這個整個的文件是怎麼出去的 怎麼辦案的 我待會還要問你 但是這三份文件 現在我們可以在這個國防委員會裡面 確認它是一個歷史文件而已 它不是機密文件 這樣講沒有錯嗎 部長 錯不見的是你犯的 我覺得我們就誠實面對這個事情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悲劇啊 這是一個國家機器愚蠢到犯的悲劇啊 你沒有必要去搬這些錯誤的事情 再去問過是非 這沒有必要 連你們院長都說錯了 所以這是 這個根本不是機密 沒錯吧 按照現在講的話 它應該不是在機密的等級裡面 好那我現在請問你 這一個去辦這樣的機密文件 不管是白色恐怖時期 或者60年代 發動單位 是不是我們的政治作戰局 應該是政治作戰局下面來保防安全處 所以應該是政治作戰局去發動的 憲兵是一個調查的執行的單位 我這樣講沒有錯嗎 情資的來源可能是從 情資裡面有憲調組很多來源 但是發動的單位是政治作戰局 沒有錯吧 我們提供他們了解到這個要求 憲兵司令部遵處 他要求他辦的嘛 對 現在是2016年耶 你們還在把自己的單位當警總在辦啊 我們沒有把單位當警總 所以發動的問政國局長 今天 行政院長說 他講了三段 第一個 決策帶商榷 講的是不是政治作戰局 不管是局長還是下屬單位 講的是不是他們 今天 你的院長張勝正講了三個 決策帶商榷 民眾在家中用先兵去辦是不妥事的 第三個 應該檢察官指揮 你們院長講的大概這三段論 第一個 決策 應該是政治作戰局 所以我請問部長 拔掉主管管 是不是從政治作戰局開始 我們會按照我們的程序來做這個檢討 不是 你現在要向 你現在在委員會裡面要向我們報告 沒有問題啦 跟委員報告 一個是我們總政治作戰局裡面 他是怎麼做成的這個 決定的 第二個就是憲兵在執行這個任務上 他有什麼 所以 處分或調離的範圍 是包含總政治戰局的局長 是這兩塊 這是這個部分 第二個 你知道這裡面讓民眾覺得 愚蠢又可笑的地方在哪裡 你們把他約出來了 把他約出來了 叫上你們憲兵的車子了 再回他家裡面了 要拿東西了 就要簽個自動讓你們搜索 然後3月1號 再約到便利超商說 你表現良好 我付你一萬五千塊 網拍 你知道這個網拍價格多少 部長你知道他三份文件 你們如果真的上網 自己去登錄跟他買 你知道買一份多少錢嗎 三千塊 你們發給他一萬五耶 所以我要請教 憲民這邊執行的單位 到底這個未姓民眾 對你們當時在偵辦的時候 他到底是嫌疑犯 被告 憲民 證人 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他是什麼身份 在3月1號以前 這位未姓民眾 他是嫌疑犯 被告 還是你們的證人 還是你們的憲民 他到底是什麼 沒有 各位委員報告 他們當初只是想說 他是不是確定 游泳這三份的文件 光確定就可以領一萬五千塊 那是事後 各位委員報告 這是兩回事 他不只是這樣 他去他家拿的東西要走了 這個民眾是上了憲兵的車子 你們不是單純的詢問 你又不承認是釣魚 我也說好你不是釣魚 我現在只問你 在他那個階段 未姓民眾 對我們的憲兵隊來講 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他只想了解 他是不是擁有這三份文件 憲兵可以隨便去看 有沒有擁有這三個文件 因為他在網路上已經公開講說 他要在販售 所以他已經知道有這三份文件了 我們是想了解他是不是確定有這三份文件 那我們有一個程序 根據刑事順風法 七十一條或七十一條之一 我們可以傳喚 人到我們憲兵 具有司法警察的辦案方式 跟調查局跟警察都不一樣 不用傳喚了 是約到咖啡廳 假裝買普爾茶 然後還可以送他一萬五千塊啊 他當年的用意只是想了解到 他是不是確實有這三件 那了解就跑人家家裡面去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是在外面跟他談 談完以後 並沒有要做任何的搜索或所有的動作 那三份文件怎麼跑到你們那裡去的 後來因為他自己跟他談的之間 他願意把他交出來 他被你們感動了 他覺得你們講得太好了 他把這三份文件送給你們 報告委員 這個 你信不信你現在講的這個東西啦 我沒有看到整個錄影帶 他是錄影的 部長 軍中歷練你已經那麼多了 你剛才自己講的那段話你自己信不信 憲兵跑來問我 然後我就被感召了 我就把這個文件就送給他 讓你拿回家 然後憲兵呢 軍愛民民進軍 就發了一萬五千塊來超商裡面再送給他 講給鬼聽啊 報委員這個 我們憲兵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有做錄影存證 這個我們交給台北地檢 我們可以把他 該法辦就去法辦 對 不要互斷 我問憲兵這邊 你們 你們發一萬五給他也好 約他吃來喝茶也好 這個未信民眾對你們來講 到底是什麼人 在法律的關係上 他是什麼 他是被告 嫌疑 關係人 他是什麼人 報委員是嫌犯 他是嫌犯 沒錯嘛 所以部長他講的是嫌犯啊 他是嫌犯 他不是 當事人說他恐懼了 把文件交給你們 簽了 同意被搜索的這文件 既然是嫌犯 你們為什麼後面要給他一萬五千塊 我們沒有給他一萬五千塊錢 那一萬五千塊是什麼東西 報委員 對不起 我是政戰局局長 這部分我來跟委員說明 請說 來時間有限快點 是 這一萬五千塊是當時我們是希望他能夠提供我們看這個文件獲得的來源 那是3月1號嘛 3月1號 你們去找他的時間是幾月幾號 2月19號 2月19號嘛 是 所以你3月1號去找他 是 覺得他提供這文件行為非常可取 獎勵他一萬五千塊 報委員 這個跟剛剛前面那個是兩回事 沒關係的事情 是另外的文件 是另外的事情 我們是希望他看看 局長 如果你們要掩飾一個謊 要講更多謊 不是我 我後面還有一堆委員要問 是 你確定你回答完嗎 報委員 我確定我們是想要了解他的來源 你知道你在呈現一個形式 有一個嫌疑犯 這個人叫嫌疑犯 我2月中弄完了 3月1號 拿1萬5千塊謝謝他合作 全世界哪一國的嫌疑犯 可以得到這麼好的待遇啊 你 我還有兩分鐘嘛 你講這個故事 檢察官不要信 社會也不會相信 對你們國防部來講止不了血 這1萬5千塊為什麼約在超商給人家 你們執行的公務的場所 是在超商嗎 報委員 這個是我們在執行一個溯源的工作 所以我們 所以你們溯源會用獎金給人家 這個是我們剛剛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是想要了解他這些來源 來源數量跟他的流向 我們希望他能夠協助我們提供這些相關的訊息 所以你們有經常性的在做這樣的事情 經常性的在發1萬5千塊 沒有 經常性的溯源 經常性 我現在去超商看到有人坐在那裡 也許不是在賣房子的喔 可能是你們喔 有嗎 有沒有經常性做的事嗎 沒有 沒有嘛 這5年內一次吧 是 5年內這麼一次 我們目前也碰到這個 好剛好 剛好憲兵跑去人家弄了三份文件 剛好我們總政治戰局 3月1號就發了1萬5給人家 好剛好 這幾年都沒有就這麼一件 部長你聽得下去嗎 報委員這個 我們必須把這個事情啊 跟您報告就是說 這件事情我們是為了這個文件的問題 就是這件事情就很單純 部長 你還搞不清楚這問題的嚴重性 我知道嚴重性啊 這個牽扯到 第一個 憲兵 去協助做司法警察範圍 不包含民人 民間 你們院長都清楚了 你講不清楚 我清楚 你讓憲兵去動到老百姓 報告委員 他當年 今年是民國幾年啊 他當年只是想了解 不是了解 你們了解到出包了還哪1萬5萬 要封家口嘛 整個出事情才會要拔掉主觀管嘛 這事情不像你講那麼雲淡風輕 我沒有講雲淡風輕 這個事情就是 我們的憲兵 去 直接對我們的老百姓 做了不該做的偵查動作 事情就這麼簡單 這個叫做 白色恐怖啊 這個叫違法亂計 檢察官在辦以外 這個事情 是我們政治上不能容許的倒退 所以部長我敬重你 我尊重你 現在做一個部長的職權 當你們院長要求你 就決策帶上去 民眾在家中 持有民間的文件 不要再講這文件是精密了 一開始講清楚 文件已經不是了 它是歷史文件的時候 憲兵的執行層面 最後一個 檢察官要去指揮 而不是憲兵 這所有該懲署的 從總政治戰局 一直到我們的憲兵單位 都要負起責任 然後 我時間到了 我沒辦法再問 我就問你 文件現在在你那裡嗎 在部裡面 在部長那邊嗎 不是在我們國防部裡面 在省任 已經解密了 可不可以各印一份 給我們委員會的委員 已經解密了 不要讓網路在謠傳什麼 這個是文件那是文件 把你掌握東西 報我們委員會 可不可以 我們回去檢討 可不可以 是 他解密了 只要法務部認為解密的話 我們國防部認為解密的話 我們已經隨案移到地檢署了 解密的文件 他是要辦你們 不是辦那個文件 搞不清楚狀況 那個文件報我們委員會